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安全 除了在传统市场门口发送试剂之外 卫生局击查人员也在市场内进行击查 当场试验业者贩卖的豆类食品 是不是有违法添加过氧化氫 卫生局人员表示过氧化氫简单的说就是漂白水 主要是让豆类食品看起来卖相加 而且延长保存期限 不过因为对人体有害 所以不能用在食品上 因为我们之前检验出来 30件里面就有6件阳性 为了提醒民众注意 我们一方面就是赠送 今天赠送300份 然后希望家庭主婦 或者是喜欢吃豆类制品的朋友 大家一起帮忙来把关 可以自己做筛检 如果说有阳性的话 欢迎赶快跟我们卫生局反映 我们后续会再管理这样 加强这一部分的管理 彰化献光这个月抽查30件的豆类制品 就查到6件违规 不合格率偏高 因此卫生局是免费提供试剂 让民众可以在家DIY做检验 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来把关